在昨天呢 其實有突破3萬例的個案 並且新增了73例的中重症 而且呢還有5名的死亡病例 其中呢有一人呢 是只有20多歲的男性 可以算是很年輕 對 但他其實本身呢 其實他有一些長期臥床 還有神經系統疾病 7些的病史 那他最後的死因呢 是因為肺炎病呼吸衰竭 新冠病毒感染死亡 那在死亡的部分 有20多歲到80多歲 總共5位 那其中特別說明一下 20多歲的這位比較年輕的男性 又有年輕人死於新冠肺炎 這一次是20多歲的男性 那這位男性他是有這個腦傷 合併有這個慢性的神經系統的一個疾病 那也是氣切之後 長期臥床再使用呼吸器 指揮中心調查 死者有慢性病史 沒有打過疫苗 因為肺炎合併呼吸衰竭 和新冠病毒感染 成為這一波疫情中 第二位死亡的年輕人 雖然連續兩天爆出20多歲的死亡個案 但這一名男子屬於高風險族群 反觀另一位女子 明明沒有慢性病史 疫苗也打好打滿 卻在發病短短六天之後就走了 病毒基因定序的部分 因為目前這個本土的案例 事實上每天非常的多 我們很早就已經沒有在 比如說竹岸去做這個定序 至於女子為什麼病情迅速惡化 是不是能逃避疫苗免疫力的 Omicron亞變種BA.4和BA.5再搞鬼呢 不過因為指揮中心現在改為抽樣定序 所以一切還有待釐清 不過目前正實沒有在國內發現他們的蹤跡 好 我們現在先來跟這個 我們Youtube聊天室的鐵粉們打個招呼 哈囉 姓志 安琪啦 還有我們凱伊主播 我剛剛看到有人問說 今天我們這個組合是首次搭檔嗎 其實這是我們第二次搭檔喔 不過網友沒到我發現 大概是半年前了吧 大概有 非常的久 快要將近半年了 沒錯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這個組合的話 也可以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是的 好 我們接下來還是來關心 我們對一下疫情新聞啦 就是本土新增持續的創新高 短短三天的時間就從兩萬例衝破了三萬大關 非常的可怕 對 那其實昨天在台中出現了 今年第一例確診死亡的個案 是一名60歲的女性 她曾經打過了兩劑疫苗 住在長照機構 但是這個月2號出現了症狀 採檢確診 沒想到隔天一早就四肢冰冷呼吸困難 來醫院插管 當天深夜就順告不治 從發病到死亡之後短短的48小時 很遺憾今天台中是要報告第一位死亡病例 這是一個60多歲的女性 她打過了兩劑的疫苗 她是一個思覺失調 而住在長照機構的住民 那在4月28號 4月30號她都有快篩是陰性的 那5月2號開始她有症狀 所以就採PCR 那就確診 CD值是19 那5月3號早上呢 她就發現她的四肢有一些冰冷 呼吸有一些困難 那這個機構呢就緊急 就給她送醫 那在送醫的過程中 就開始有一些變化 就急救 到院以後插管急救 那不幸在5月3號的深夜 這個急救無效 就往生了 她的診斷是敗血性休克 呼吸衰竭 疑似肺炎 那第二個診斷就是新冠病毒感染確診 好 確診數的暴增 那我們現在最擔心的其實就是醫療量能了 怕她負荷不了 那其實在新北市就一名80歲的女性 她因為就是疑似腸胃炎腹部很痛很痛嘛 那她就跑去了醫院 結果就一連跑了三家 不是無法收治 就是等不到她最後只好回家 沒想到3號 這個月3號竟然被發現在家身亡了 那新北市長侯友宜對此也回應了 新北市的醫療量能 包括第一線的即家照護 動用了我們12家核心醫院 412家的診所 再加上我們開了全國最多的集中檢疫中心 以及現在醫療量能的控床力 新北市的醫療量能 都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 醫療量能是夠的 至於為什麼80歲的長輩有狀況出現 我要在這裡再度的呼籲我們市民朋友 急診是接受急重症的 確診個案有症狀快篩養 請走防疫急門診 讓防疫的急門診跟急重症要昏流出來 大家就不要擠在急診室 讓需要有重症治療的市民朋友 能夠快速的接受急診的治療 至於確診個案 那希望市民朋友無論如何 大家一起配合 好台北市內湖區一間醫院 傳出從上個月29號開始 就陸續有病患陪病者 傳出確診的消息 截至目前為止 一共有21人來疫 那對此台北市衛生局 昨天晚間也回應了 表示已經對這間醫院進行分流 加強監治 根據皮便媒體報導 這間醫院是中國復醫 截至5號為止 共有14名病患 3名陪病者 及4名醫護工作人員確診 衛生局說明這間醫院沒有專責病房 確診病患是在收治長期慢性病房 主要分布在不同樓層的兩間病房 患者是致行快篩陽性後PCR確診 後來又發現有醫護人員病患染疫 院方擴大採檢後發現有不少人確診 衛生局指出現在很難定論是誰傳誰 是否有院內感染的情況 必須等專業如機應聘判斷之後才能知道 而目前已經對這間醫院進行確診病患 被確診病患分艙分流加強監治 本土疫情現在是非常的嚴峻 不過卻傳說在三重有病確診者 他的PCR已經驗出陽性 可以說是這個百分之百就是確診了 結果卻疑似因為與另外一名朋友串通 說謊只是一般的小乾媽 他還是照常的出去打麻將 天啊他都很驚然 然後還出去群聚還打麻將 那近距離就直接處理 對而且你可能在洗牌的時候 可能就會摸到對方的手啊 摸到然後如果又拿來吃東西 其實這個就很容易會傳染 手汗也會留在上面之類的 沒錯我結果沒有想到 真的就害這個友人A喔 他確診了 然後最後呢他才知道原來他PCR是陽性 氣得PO文呢希望對方解釋清楚 友人A發現自己確診後 才得知朋友的誇張行徑 氣得在臉書發文指控 我現在才知道騙我的人是他們 兩個人都知道他染疫 來傳染給我一個沒有保險的 確診就完全沒有收入的人 友人A除了指控確診者散播疫情 跟爆料確診者隔離未滿10天 自我快下陰性後就外出喝酒 結果5月4日再次PCR檢驗又是陽性 確認堅持要出門繼續喝 若確診者的行為確實如爆料者所言 可能已經觸犯傳染病防治法 親友或朋友如果知情 務必撥打1922專線通報 防堵疫情擴散 好我們剛剛可以就是有講到 其實現在誰確診都不奇怪了 你是不是也越常聽到 聲頻的同事朋友 誰誰誰又確診了 那麼其中呢包含民眾黨 立委蔡碧如 他昨天呢就表示 辦公室有人確診 那今天早上他起來快篩的時候 就發現出現了兩條線 那所以呢他即日起呢就已經採取了 10加7的居家照護 那他也就是表示說 其實目前呢自己只有喉嚨 有一點洋洋的 並沒有其他大礙 好先在這裡跟大家報個平安 其實我們有什麼樣的症狀 就是喉嚨覺得緊緊的 那最主要是因為這個星期一 所以我們在衛環委員會 省精神衛生法 省到非常 晚上非常的晚 那隔天有一位 跟我們一起申法案的委員 說他確診了 再來就是我辦公室的通人 昨天清晨也說他PCR是陽性 所以我們昨天辦公室就開始啟動 3加4的自主管理 那今天上班之前我想說 還是做一下快篩保護 通人的一個健康安全 結果就發現我的快篩是兩條線 所以我大概可以確定 我應該是確診了 我們可以聽到剛剛蔡壁如說自己快篩陽性 現在在高雄也傳出議員 黃捷自爆快篩陽性 他表示自己在1月的時候 都已經完成了3劑的疫苗接種 但這週3的時候 突然喉嚨有點癢癢的 那快篩其實還是陰性的 那沒想到週四開始就發燒到39度 真的蠻不對勁的了 然後全身胃寒啊 那些症狀都出來了 其實都是蠻典型的 新冠肺炎的症狀 對 然後喉嚨還有痰嘛 那他就覺得這樣不對勁 昨天晚上就是去診所 就是做一些快篩 然後結果確定是陽性嘛 那今天早上已經去做了PCR 目前還在等結果 要跟鄉親說抱歉 我可能也確診了 禮拜三的時候 開始有一些喉嚨癢 然後快篩結果是陰性 那昨天開始發燒 跟呼吸道的症狀 所以我直接去診所就醫 那醫生幫我快篩的結果是陽性 所以今天一早 我就去鳳山醫院做PCR 現在正在等待結果當中 那這個中間的期間 我都自主的停止行程 所以沒有接觸到任何的鄉親 那接下來也會持續的居隔 謝謝 感谢观看